2020新北河海音乐季从9月12号起 每周六日在淡水渔人码头重磅开场 结合了河岸美景和音乐创作 展现多元丰富的音乐盛宴 另外呢10月4号在大都会公园 则有来新北音乐和野餐活动 邀请知名乐团和歌手热力演出 民众千万不要错过了 2020新北市河海音乐季首颇活动 淡水渔人舞台将于9月12号到9月27号 每周六日在淡水渔人码头关海广场开唱 届时每一天都有六组独立乐团轮番上阵 结合河岸美景和音乐创作 要让民众享受多元丰富的音乐饗宴 是说轮番展现他们创新的活力 而且各种不一样的这种表演形式 因为我们刚刚看到这个海豚新井 它是非常动感非常有活力的 对 奔放自由 非常奔放自由 除了淡水渔人舞台 新北河海音乐季第二波则是10月4号 推出新北音乐和野餐活动 首度在大都会公园举办 新北市副市长吴明基就表示 民众可以在演出前 到这个全台最大全灵化提拖滑梯游玩 傍晚时刻边野餐边听音乐 尽情享受Live音乐的现场魅力 这样的一个设计 我们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好朋友 这段疫情期间大家也走出户外 当然也保持一定的社交距离 也能够放松的心情 能够享受我们为大家所准备的音乐 这次的河海音乐季总计多达43组 知名乐团和艺人接力开唱 创作能量到嘻哈势力 从重量级歌手到独立音乐新秀 周周都有不同的音乐惊喜 欢迎民众9月12号起 一同参与这场音乐盛典 同时锁定10月4号在大都会公园的 来新北音乐和野餐演唱会 重磅卡丝绝对不能错过 记者杨邦友张芳琪 新北市采访报道